好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振興三倍券 已經開始發放消費 那當初蘇院長 事實上在接受 我質詢的時候 我記得是在五秒十九號 在院會 當時蘇院長 跟我口頭保證再三 說三倍券之後上路 一定是好領好用 好司機 但是現在民眾 有感受到底好不好領 好不好用 大家心裡都能打持 我辦公室的同仁事實上 的確也感受到 在整個預購領取的過程 真的非常刺激 而真正更重要的是 民眾的怒火跟抱怨 從開始領取到現在 沒有斷貨 我辦公室還有服務處的同仁 每天 每天都會接到民眾 抱怨三倍券的電話 一開始民眾 在大熱天到超商 預約零卷 遇到大牌騰騰系統 當機的狀況 到郵局同仁 也都來投訴 說現在從七月份開始 窗口人員 為了配合銷售 而提出要求他們 禁止休假 甚至被迫強制加班 週末也得上班 那攀商 他們現在也在抱怨 每一次我到夜市 碰到很多商家 這些老闆 跟他們談 他們都說 現在整個三倍券 防偽設計都不明顯 比如說前一陣 大家討論很多的梅花 湖水印 那當然行政院 有出來做一些說明 但是 湖水印的位置 除了不固定 完整 他的一個完整性 或不完整 其實也沒有一個定案 加上不能找的印 等等 其實為了避免收到偽券 就乾脆這些單商 都決定不收取 這些聲音跟民怨 蘇院長聽到了嗎 我在這邊要再一次的提醒蘇院長 以目前的民意調查 還有網路各個論壇的留言 民眾對於振興券有超過六成 都是傾向選擇日常消費 也就是當初你們所一再希望 避免替代性消費 這對於台灣接下來振興階段 想要避免避免事 沒有幫助 所以我在這邊 希望行政院 能夠再次聽到民眾的聲音 即刻的拿出具體的政策 扭轉民眾對於三位券 金額少不好用的基地印象 才能達到原本你所設定的 促進消費穩定經濟的政策目標 過去把政府發放消費券的時候 然後有相關的經驗 是可以借進的 其中做得好的地方 應該要學習 那我認為蘇院長的政經券 應該要吸取過去的經驗 不要把現在提出問題的人 都當作意見很多 或是這些意見沒有建設性 而應該要能夠仔細的聆聽 因為這些都是民眾的納稅前 全民共同監督 讓政策能夠達到當初 預定的效果跟成效 遠比口水跟官員的情緒都感到重要 好接下來先請賴司法委員 來跟我說明 好謝謝喔 我們這個三倍券 外界的評價就是 三倍比勞券 三倍憤怒券 火大火大加火大 為什麼 要排隊零 當然最近的問題好像少一點 可是一開始 是蠻有問題的 你分兩個 兩大戲月 郵局朝半天 加班費 上帝的加班費 這個難道不是你我的錢嗎 找到上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是預購 事實上也有很多部分的地方 這是第一點我要強調 第二點我要強調的是 它拼分兩路 一個是實體券 一個是電子支付 結果電子支付到現在 不到15%左右 越來越多的 我聽到周邊的 我的選民 我的選區的年輕人 他們都原來是電子支付 都改成實體券 因為實體券加成多啊 信用卡的這一部分電子支付的 沒有這麼多的優惠 所以分分的就不要了 好第三點我要強調的是 現在前面是零喔 現在後面還一大關 要兌換現金的問題 才要開始7月23號吧 就明天開始立這個錢 要怎麼立 各位 湯商基本上 我所看到的 比如說我早上都有這個運動的習慣 在運動場所包括中正紀念場 包括其他地方 或者黃昏市場 早上市場 他們沒有知識會啊 那一些的地方 基本上他們不會收消費券 其實他們就最需要消費券 最需要這個來幫助他們 結果這一群是被打壓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要兌換 要一個單位 比如說公司 潮商這個沒有問題 市場的自治會也沒有問題 那就是談判收到三倍券之後 交給自治會 自治會去兌換錢 但是早上的市場 早晨市場 黃昏市場 他沒有這個東西 他沒有自治會 他可能十攤二十攤 這些人的話 都拒收消費券 這一批人 這一批的攤殺 是最需要政府幫忙的 我們政府也幫忙幫忙 這個三倍券 沒辦法讓他們來受益 這是這一群 我們政府說院長少對不起他們 我們再看 現在的做法是 中央用三倍券 然後呢 各部會自己有搞很多話 文化部搞一個 什麼 叫什麼 義曼券 對不對 運動的叫動之券 農委會叫農油券 是不是 然後呢 林林總總 那些券是什麼 那不是普及的喔 是你要登記 你要會APP 你才能夠登記 還要去抽錢抽到 好高興 是不是 各位 那你就 我就發現到現在整個 台灣是什麼情況 就是中央共送費券 拼命錘虛 蘇貞昌 拼命自嗨 蔡英文自嗨 然後各部會 然後各部會 始終全滾身的結束 想辦法是透過肉特 肉特的方式 讓大家 就忘了政府做什麼 狗壁鬧鬧的事情 所以你就發現這個政府很厲害 它又全民樂透化 所以現在我們的振興經濟 疫情的振興經濟是什麼 是搞全民樂透化 樂透化之後 麻醉大家 因為每天都在興奮 都在期待 我們會不會中到 這個 我可以 這個 聊到這個券 我跟各位報告 今天一來的話 大家的教訓都在哪裏 幸福也在怕那裏 你不覺得嗎 我們現在發現到全面執政之後 老實說 外面點點滴滴 已經點出很多 可能有很多像 貪污或者是貪腐的情況 正在進行當中 這個大家比較 因為全民風樂透 他可能忘記這些事情 我們在黨 我們會持續的建律 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 希望 這個 蔡政府 守規矩的 好好的振興 而且 讓這個各部分來做 你要各自提出這個東西 可是你注意看喔 地方政府沒有 他沒有給地方政府錢 讓地方政府也來振興一下吧 我地方政府 能不能夠譬如台東市 也來個台東市什麼卷 有沒有 沒有啊 新北市有沒有 沒有啊 宜仁信有沒有 沒有啊 所有的錢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下個禮拜我所知道的 就馬上送進來 我們談他們的所謂的 這個第二期的這個 這個要振興的方案要2000億 我們希望我在這裡公開的呼籲啊 中央政府不能夠極權又極前 當各部會都在樂透化的時候 這些的資源 是不是應該讓更了解七層的地方政府 也能夠主動發揮力創意 來幫忙振興我們的經濟 這才是正道 否則我們看到的三倍卷真的是疲勞之外 興奮他們現在說很興奮啊 我不知道興奮在哪裡 但是其實上他們就發現到 他還要救人 不僅僅是所有的經濟 事實上真的要救的是蘇貞昌 而且像我們蘇貞昌剛剛所提到的 現在到目前為止看到的 相當高的比例都是替代性的消費 對於真正的GDP的高度太小了 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楊兄英委員 民眾自從領了實體三倍券 服務處的電話不停 因為他們說他們想要花 但是不知道到哪裡花 走遍了我們的夜市便當店早餐店 這些都是最需要證明的 但是老闆一方面想 我如果拿到是假的證刑券怎麼辦呢 所以政府告訴我們有浮水印沒話 我手上所拿的左手邊是當時的消費券 完全沒有真意 我右手所拿的是這一次所領到的實體振興三倍券 甚至還說是不夠的還要繼續 第一個問題提問 到底我們印了這些三倍振興券 到目前為止花了人民的納稅錢多少 請告訴全國的民眾 第二個萬一 店家領到了假的 這一個三倍振興券的時候 那是不是政府應該要蓋花承受 政府告訴我們說 這一個三倍券上面有什麼呢 有梅花的福音 但是很多的民眾 拿起來看 我怎麼看都看不到 我要請問政府 看不到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在什麼地方 他才是真的請政府強烈明確的告訴我們所有的國人 讓我們所有的店家 真正感受三倍的實體銷 正心券 我也請我們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 你們看看 有哪一張 有哪一張 他的 梅花印 究竟在哪裡 究竟在哪裡 所有的民眾拿來告訴我說 我怎麼看不到梅花印 我請政府趕快 行政院有這個責任告訴民眾 梅花印到底在哪裡 店家如果收到是真的假的話 政府應該要蓋花承受 所以我說 我們必須要接地氣 我們訪談了很多的店家 我們聽聽民眾的心聲 謝謝 所以說像你們這樣子 沒有 所以你們三倍券 在收的部分 你們會有這種 就是擔心收到假鈔的疑問 嗯 多少還是會啦 只是說就是當下的時候自己還是會先稍微向你辨識一下 就是說這個辨識就是有一個安全的發展 所以之後如果收到這個的話就是到這個方式走出去就會有問題 所以其實還是收那只是說當然 因為不是說每個店家都會知道這個辨識的真偽 所以也希望說在政策上也是政府也能夠來做協助去把關這個部分嗎 對對對就是有一個更明確跟男人的把關 或者是說欸如何辨識這個安倍宣的正確的方式 然後有一個可能有一個詳細的說明 也也畢竟這個電影可能蠻不懂 所以老人家或是說比較小的老人家不會看的話 那你他們拿到家就參加的 所以要拿去聽電影 但是快到那個不要外洋的不要不好啊 其實一定是超標的可以印價值的方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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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蓋的年齡層非常的廣 尤其是長輩 所以店家希望他們有一個安全的把關 請政府告訴我們所有的店家 我們要如何的安全把關 領到的拿到的是真正的真的三倍贈心券 所以我本席在這邊再次的強調 政府我們看不到湖水印 梅花印在哪裡 所以請告訴所有全國的民眾 特別是我們的便當店夜市 這一些都是最需要振興的 如果他們真的拿到假的 也請政府你蓋瓜承受 好 好 謝謝各位北京朋友 今天可以回到這邊 謝謝 謝謝